潘老师 行医拳讲一气之起落 那么气是什么 那么在过去呢 气实际上就是一个X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风轻气症 这个气是指社会秩序 气宇宣昂 指着这个人的精神面貌 中医里面的淫味之气 气是指着自身的防御理 那么内单里面的 你的气要下行 这个气指的是一种感觉 而武术中的气 一般来说都是指整静 或者是你整个体重抛放的这种感觉 我们以这个P拳一气之起落为举例 很多人喜欢把武术中的气 和单道中的气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像宁格尔这样双手撑住 那么这个孙禄唐说 P拳是一气之起落 什么叫起落 是指着你的体重抛放 撞击到对方身上 把它撞出去 达到发放的效果 例如这种 这叫一气之起落 所以这时候的气 是形容一争整劲的感觉 并不是单道中的气 很多人喜欢用气来教武术 为什么教不会 如果按照气的概念的话 其实它就是整劲 我的气从脚上来 经过腰 经过手 你看把凝根 发出去了吧 对吧 然后你在练 你不会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气 或者我的气 为什么发不出别人去 实际上用气来教的话 很多人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用整劲来简化它就好了 用整劲来简化这个过程 你只需要建立好装弓结构 身上的三角形 包括腰的一个转动 你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包括实战中也很好用 比如对方打一个直拳 碰我们封住之后 一个发放 也能够把对方发放出去 所以孙祖堂说的 一气之起落 这个气 实际上是指的 你的体重抛放 体重画一个圈 打到对方身上 彭老师 听说您建了一个 免费的内加拳供应社区 还经常发福利 那么有很多的人 把错误的链圈理念 当做正确的 因此我们就建了 这样的一个讨论社区 于是我们会经常地 进行一些直播 有讲问答 包括赠送一些体验课 希望能够提高 大家的技术水平 那老师 我们应如何加入呢 可以添加屏幕下方的微信 加入我们的讨论社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